如果我可以跟習近平聊天一下 我會告訴他這個 別玩美國的遊戲 這是什麼遊戲呢? 我很開心你又問我 美國的遊戲就是 鞠躬不合體 我看你中國 我看你習近平 而我覺得 您掉進美國的民魂陣裡面 你正在集結你們的軍隊力量 因為你想讓這實際成為華人的 我了解為什麼你們會到這種情況 美國是全球的地皮 從第二世界戰爭起 美國就獨拔一方 那是因為美國經濟是唯一一個在戰後沒有混亂的 事實上 因為軍工不合體 美國的經濟因此在戰中蓬勃發展 然而 戰後 美國自刀自演 因此領導了 布列頓賢林會議和 石油美元集中 美國可以背負那麼龐大的債務 那是因為 美國成為了世界儲備貨幣 並且 全部殺有原油 只能用 美元購買 這會認為的 廣大了美國價值 因為 美國在所有市場中 仍然是一種 必然的商品 習主席 這些事情 你應該已經完全了解了 所以 你現在 正在 這個難點 世界變得 越來越瘋狂 全球經濟的泡沫 正 逐漸 擴大 而 西方 變得 更加 野心 你自然會尋找對抗美帝國的方法 總加軍費開支 可是 這是美國的假球遊戲 我要建議你玩新的遊戲 在新的球場 火星 我認為 中國是唯一能夠找到火星的國家 你們有足夠的錢 你們有高蕭帥的權位政府 你們有十億多的人口 並且 你們有 技術能力 但是 為什麼要去那麼遠的地方呢? 資源 下一個部分有很多的數水 然後 我覺得在中文裡面說 數字蠻難的 你們有什麼玩 什麼家玩 跟我們的系統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要讓顧顧妹妹說這一段 你想一想 根據世界黃金協會的說法 人類已經採集了十八萬四千噸黃金 而美國地質調查局估計仍有五萬七千噸黃金未開採 現在讓我們將這些數據推斷到火星 地球有五億一千零一十萬平方公里 而火星有一億四千四百八十萬平方公里 以一億四千四百八十萬除以五億一千零一十萬等 0.283865908645364 24萬一千噸黃金 乘以0.283865908645364等於 68411.68398353264 目前一噸黃金 目前一噸黃金是 三千六百三十六萬五千七百零八美元 所以 六萬八千四百一十一點 六八三九八三五三二六四噸黃金 乘以三千六百三十六萬五千七百零八美元 等於兩兆四千八百七十八億 三千九百三十二萬三千五百三十三點四二美元 謝謝你姑姑妹妹 這只是算黃金而已 還不算其他的資源 銅、鐵、銀、鑊、鑊、稀土、原住、河水 根據美國國家航空和天局的火星每年轉寄 兩百克流星 其中含有更多的金屬 有數萬億美元的金屬坐在火星表面等待被使用 但是可能你會問 好了多忙老外 但是這種過程需要多少投資呢?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估計 Elon Musk的SpaceX火星人物只需要三百億美元 這小投資需要大量投資才能取多進展 但僅僅是中國年度軍事預算的小部分就足夠了 然而這些回報會帶來超互想像的財富和創新 而李氏會永遠記得西主席帶第一位人類到別的行星 可能你在想 為啥有一個美國人在建議中國的主席去火星? 為什麼你不在建議你的政府? 我希望我的國家可以做這種行程 可是目前美國沒辦法 因為我們的政治體制腐敗 整個政府已經被公司和銀行所有用很長一段時間 截至目前我不認為美國在這種經濟缺乏的情況下 能夠改變了道路 世界經濟將繼續停止 這將導致衝突 別誤會我的觀點 我愛美國 就像你愛中國 但我更愛人類一世 我簡信我們所達到的智慧水平在宇宙中 是一種非常環境和珍貴的東西 我怕端視的想法和貪婪可能會扼殺這個驚人的禮物 這引出了我提案背後的主要目的 我知道人類可以從感慨的火星和地中創造別的地球 我知道地球火火星十幾個時計 然而這是我們所需要的 我認為依開發國家的抑郁症正在上升 是因為許多人生活缺乏更大的意義 不過建立以電源是一個積極有意義的工作 在這個獎賞命帶入火星共同目標中 全人類可以共同努力 創造一個共同的目標 而不是相互毀滅 我認定中國和美國能夠建立一個和平與創造的聯盟 我真誠地相信在紅色行星上 能夠見到龍鷹城翔 要不及有意義的工作 也證明地回到